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讲一下窗口的解码 怎么用LOTO的设播器对窗口进行解码 我们现在用了一个UCB转窗口的设备 就是这个来产生窗口数据 然后用一个YSC-A02LOTO设播器 然后演示 那设播器我们只接了一个通道 因为窗口直接一根线就可以了 连到A通道上 这个探头就在这 这个是一个DB9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窗口接口 那像这种窗口 它的电瓶就不是TTL电瓶 当然我们会在做单配机 或者做ARM的时候 开发的时候 它的芯片有一些是TTL电瓶的窗口 通过MAX232可以转成 这种电脑上用的对接的这种窗口 这种大概十几幅 那这个就是不是TTL的 就是十几幅的这种窗口 然后我这边弄了一个接口 其实就是把它 方便把它的二三引角短接 就是自发自收 然后五角是接地 这样的话我用收播器的黑夹子 接它的地 然后用它的弹针接它的二三角的短接 二三角短接 它自发自收的过程中 我可以监测它的数据波形 然后做解码 好 这样接上了 这样就是一个整套的一个窗口 自发自收 然后我用收播器 监测它的数据 然后显示它的波形 然后就可以做解码 因为我们不是TTL电瓶 所以它的电瓶比较大 你可以看到 屏幕上 A通道 我们首先说一下用解码 是要用 峰峰值模式 PicTech 峰峰值模式 然后你用其他模式 因为它会做滤波 会影响你的波的 你的数据的那个陡峭 所以用峰峰值模式 然后你看到 我们把B通道关了 只用了一个通道 B通道 关掉 然后你会看到 A通道已经显示不下来了 已经掉到底下去了 这是因为 已经超限警告了 就是因为它不是TTL电瓶 我们乘以党 能测正负五幅的范围 那你得用乘十党 要把它打到乘十 你会看到 它的数据回来了 大概是一个 负九幅左右 这个相应的软件上 到了乘十 你会看到 一个负九幅的 一个电压 乘十 我们准备好以后 会在那个 设备关联器里 看一下这个窗口 USB转窗口的 窗口号 在这边 我们看到 窗口号是窗口3 我们可以用 试图器的上位级软件 我们会自带一个 窗口测试的一个功能 就在这里面 RS232 会可以选窗口号 然后发自收 一组数据 你可以用 当然你可以用 你自己的软件 窗口调查助助手 或者之类的 窗口专业的窗口软件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自己测试的 窗口软件 你可以用这部功能 我这个演示 用这个功能来测一下 刚才说的 这是试播器的界面 我们在这个界面 会有一个窗口的 一个界面 这个其实是为了 我们做 那个PathFill测试 自动化检测 方便跟你的设备 PRC设备 或者什么握手的 当然你可以做 这种窗口 自发自说的调试 我们会 在这刚才选了 COM3 说明一点是说 为了方便 我这个界面 是用的英文界面 国内的客户 买的是中文的界面 不要怀疑说 可能没有中文化 只是我这样会方便 因为我的这个视频 可以做 给英文客户看 也可以给中文客户看 你说到的会是中文界面 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窗口 会有一些基本设置 我们就不设置的 默认 默认的 我们打开窗口 然后我们会 如果点发送的话 会发送这一串 F1 F1 010203 001 发送 然后你会看到收到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是自发自收的 发送的信息会在这 接收到的信息会在这 然后我们看 我们的收播器这边 你是看不到数据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发了以后 它就被新的数据覆盖掉了 好 那就是你是转瞬即逝 你是看不到的 那怎么办 那就得用出发 出发来抓 这个 一闪而过的 这个 二闪而数据 我们需要用到出发 出发是在这里 把出发构选上 我们选一个合适的 出发电瓶 大概是 其实在零位置差不多 稍微高一点 因为没事 我们现在点 这是单次出发 那设备就会停止 一直在等出发条件 在这等 那这时候 我们会发送一个数据 然后就看到 数据被抓到了 这个出发就停止了 我们现在 你会看到缓冲区里面 我们是完整的 后面还有一部分数据 是躲在这边的 我们现在停止掉 停止到设备 我们就可以拖 这样拖动 或者是拖这边也可以 我们直接拖破型也可以 把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 就拖出来了 然后我们解码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 设置开 这个是默认的一些设置 设置 解码打开 那好了 我们看到解码 好像是不对的 这边数据也没解 中间可能解出来一部分 然后我们左右拖一拖 就好像是不对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设置 我们要需要对一下设置 解码能成功 其中关键的因素之一 是你发送的设置 但是这边发送的设置 和你解码对应的设置 要是一样的 我们对一下波特率9600 数据位是8位 那你的发送和接收必须是一致的 好那我们来对一下 0sfefe 010203e 你看我们发的 fefe 010203e 好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解码 好我们刚才看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解码 那其实你如果你想解码的话 其实你应该先把解码打开 好现在是关掉了 把解码可以先打开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另一种容易出问题的解码 比如说 刚才说了 你的设置设得不对 是容易出问题的 是解不对的 或者是解根本没法解 另一种是说 波形太稀疏了 或者是太密集了 人眼睛已经分布清楚数据了 它也是很难解的 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先把解码打开 然后我这边发送数据的时候 其实9600我可能做大一点 115200 波特率设大 当然这边交验我就 也是 然后发送 不好意思 这边没有没有做出发设置 那这边也是要出发 然后单次出发等一下 那这边115200 好发送数据 这边抓到了 抓到数据了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 它解不出来是因为它太密集了 你看到它全部的数据都 压在一起 那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解码 其实把解我交验 也设置成一样的 好 它可能能解出来一个 但是不对的 好 这时候是怎么办 那这种是解不出来的 那其实是需要我们调整 我们的时间档位 好 比如说 那我们把时间档位要放小 好 然后同样的设置 我们再发一次 好 它这样子就抓住了 抓住了 那我们把它移进来 好 那我们这边的波特率 115200 好 它就解出来了 好 这边解我现在也对上了 F1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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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 打的档位很很小 时间档位很小 好 同样的刚才的设置 方便其实还是这个设置 然后我们发送一组数据 然后这边虽然抓到了 但你看已经出发到了 但是问题是 你的太细数了 这个屏幕里太细数了 你光看到一个一个节约挑变 然后这边数据太细数了 虽然每个数据都有 你拖着能看 但是屏幕里头太细数了 它是解不了的 那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应该像刚才一样 那我要把我的 实验档位 调整到一个合适的 好 然后再出发 然后发送一组数据 好 就可以了 我必须暂停了以后 把设备停了以后 才可以左翼右翼 不然你移不动 好 这又是一组成功的解码 还有一种设置会影响你的解码 这种一般用的不多 但是会遇到 比如说这边 未反转 比如说现在是默认是yes的话 就说我的高电频代表的就是1 低电频就代表的是0 或者低电频代表的是0 高电频代表的1 然后你把它反转一下 解码就不对了 你会发现有的解不出来 有的因为它不符合规则 然后有些解出来是错的 这个是我们不同的单片机 不同的ARM芯片 有时候发出来的 它就是不一样的 它的位置就是反的 有人把1发成高电频 0发成低电频 有的芯片就把1发成低电频 0发成高电频 你是需要在这里头 这边去设一下的 还有一种是 数据反转 就是像这种解出来就是错的 我们这种解出来就是对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有些芯片 它发送一个8位的一个数据位 它是从低位往高位发 先发低位再发高位 但是有些就是反过来 它先发高位再发低位 所以这个你也需要试一下 要注意 你要明确知道 你发送方是按照什么格式 什么协议发的 当然你也可以试 你可以试出它来 你明不知道它怎么发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试 然后还有就是默认的 无效电频是什么电频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是高电频 你如果是设程式低电频 它也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是错的 这个也是会影响你解码的 482和485 跟232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有时间的话 也会做一个 做一个这种实践 但是它的解码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电频又会不一样 另外说一点是482 482的部分 因为482的触发功能有限 所以它不一定能解所有的波特率 比如说115200它可能就解不了 其他的波特率可能会解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波特率 那A02 802 2002 H02 这些是硬出发的 所以它基本上所有的波特率 基本上都可以解 38400 5600 好 然后最后是其实我们的说明书里面 这边有一个章节专门讲 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 我做个视频更直观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 第八章第二节 第二是小节 好 这边 刚才的这些内容都会有 关于微反转 数据反转 好 这些 这些 案例 好 每个 这些 代表什么意思 这边都会有 当然英文版的 也是一样 同样的章节 8.220 好 就在我们的软件说明书里 上位机同目录下 会有个软件说明书 会有这个部分的章节 好